第二鼓它的溫泉 自然瘤酸溫泉它特別濃 它的成分有那個瘤酸圈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叫做雷 基礎層你發現的一個元素叫雷幹桃 它也放出新腦袖 微量但是它微量就是今天很低 所以說它怎麼發現呢 在那個1905年左右的時候 它日本的那個一個專家一張粉麵畫案 它到北樓西它採石頭採標本回去 它回去的時候放到家裡的暗房 以前沒有照明器 以前照明器部電子機 電子的照明器它是用貼膠片那個感光的 結果晚上放在那邊貼膠片 這比較奇怪 我們家的那個照片的那個感光 它表示說這有物理的幫助性 光源 它就很奇怪 你把這個石頭送到布魂宮 都去納卡 眾人和布魂宮 來回去研究 一發現 你把這個石頭裡面 竟然有雷 當時雷是距離自然磅發射石 全世界卻任命的東西 它馬上就發表 發表的話 因為路人當自己是槍斗 所以就把這個石頭 面臨了北樓石頭 就但是全世界上有四千種的礦石 唯一唐的義名 北樓石 日本話叫 Hokuto Seki 這是北樓石 但是北樓石它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北樓石 因為北樓石 這叫北樓石 每一塊石頭都是北樓石 它是 它這個石頭 並不說整塊的 它是 它是下面的石頭 本來是在 我們的火山地形 應該是 安山園 或是沙園 它是因為吸水的 吸水流過乾嘛 像電池包吹在所有方面 所以它入口的關係 它是包吹的 它是因為實在沒有想像過 它是非常危險的時間 它是非常危險的 了解為什麼 所以它在目前為止 台灣發現的話 它是最大一塊 那因為北斗水非常吸汗 所以台北市政府大概在2005年的時候就公告禁止 禁止在涉溪或者採集 所以說它現在是幾乎沒有人再能夠採到新的北斗水 所以說這是國法 非常吸汗